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人 因为其实心里有自由的人 他永远都是自由的 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困住你的心 你刚才说 你叫什么 小仙 纪云和 大家好 我是浪花鼓 最强欲灵师 纪云和 在万花鼓里面最开始生存了一些有特殊本领的御灵师 我们御灵师自古就肩负着 蓄于那些下界范世的底线精怪之责 御心为上策 您这条大尾巴鱼身手真漂亮 欢迎来到万花鼓做客 她的一些情感的路线非常的坎坷 她的一些情感的路线非常的坎坷 我觉得这点还挺吸引我的 蓄于那 深海骄人 心如尽 遂难捕 威仙 快跑 因为以前都是 可能波折一下 然后就会变得很顺利 但是这部戏从头波折到尾 你不择手段对付一个春两指 算什么 谁和你想清楚了 鱼灵本就是我们的职责 我两个叫人命都不要这算什么 大尾巴鱼 对不起 我们俩是属于 虽然我在骗着她 但是我还是想给她 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们去看花灯去逛夜市 去许愿 其实那些画面应该会很唯美 愿我所爱之人 余生平安喜乐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云和把那个长衣 推到悬崖 的那场戏吧 这是我特别信客的一场戏 我说最后一次 放手 当时我看小说中 也觉得这一段还挺挺棒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为什么不说出来告诉我呢 他永远是一直到最后 男主才知道他是为何会牺牲 他是为何要这样去伤害自己 我觉得最好看就是 你恨我 但是我是关心你 这是那种纠结 我有来生 别太单纯 一直以来呢 大家都会认为 我们女性是弱小的 是傻白甜的 是可爱的 那么其实在 语君初相识里面 云和是真正的把这个女性 也可以作为一个守护者 也可以保护性爱的人 也可以为性爱的人牺牲 在悬崖上奋战致死 今夜我不能退 也不会退 还有谁 她真的是一个 充满着八华丽丽的一个演员 而且有很多惊喜 我也好死也好 那都是我自己说了算 选择是每个人都有的 不是谁施舍来的 你凭什么决定 她的这个力量感 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 包括她的这个坚定的意志 她的演技 她在现场的高度配合 这其实都是 对于女性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解读 沈德 别放过长夜 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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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自由 并不是要走很远的路 而是这颗心毫无畏惧 我愿这天地生良 四海八荒再无纷扰动荡 神纯一旧 喜一名字 善恶本就是一面 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料尽事实 我们一生只任一个人 向心而起 后悔自担 其实佳伦这次 对于长夜的一个诠释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惊喜 特别是从箱子里面 以美人鱼的形象 爆出的那一刹那 我觉得长夜 就已经很鲜活了 我就觉得她像长夜本人 因为她本人也特别地乖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就要演第一场戏 就是她被钉在那个树上 然后当时她就是 慢慢慢慢地说话 真的像养了一个小宠物的那种感觉 你喜欢就行 开心的时候呢 看着长夜那么懵懵懂懂 那么可爱 那么信任地 看着云河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的心都是被融化的 一生一世一双人 长夜对一个人的这种 专一和长情 我觉得是还蛮打得我的 你把交注给我了 是信物 也是给你的承诺 对于我们交人来说 谎言是绝对不能被原谅的 突然一下子看到那么伤心 她那么绝望 那么痛苦的眼神的时候 整个人就是无比的心痛 我喜欢带有很浓感情的一些戏的 还是全是嘉义 并无窒息 我觉得那场戏 大家的表演上也非常到位 对 后来其实到了北渊之后的那些 我觉得应该都是 应该会有很多女生 会喜欢看那种 她变成了个腹黑的八道总裁 然后就一直关着我 我说我想吃什么 她说不给吃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会让你求死不得 不管天涯海角 都要待在我身边 除了我身边 天涯海角 碧露荒雀 我都不会给你容身之处 这把在囚禁在云沿 她其实只是在保护她 只是想在她最后的时光里去护住她 但是对于纪云河来讲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在被囚禁 她是我一个人的囚犯 我一定护得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双方的误会 没有说出来 都让开 但这也催使他们后来 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 会更加珍惜彼此 云河 常义就是从蓝海到蓝人的转变 你还没有告诉我的案 我也没有原谅你 为什么就不能扰着 为什么非要跟你躲起 为什么偏偏要逼着你 给我一个解释 转变也好 情感的变化也好 真的是虐到人心痛 从此时间山川随你走遍 剩下这世界的纷争之果 有我来替你承担 待到后期她那个 成为尊主的时候的那些变化 真的非常厉害 待她离开这儿 越远越好 美渊或许有一场大战 让她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 不管经历了几世的轮回 经历了多大的事情 多大的误会 他们一直都是相守着 彼此深爱着 无论千年万年 一生一世一双人